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同心聚集 来清拜你 耶稣我们寻求 你的容颜 同情何意 全心全意 我们要赞美你 看见你 则大能彰显 生命来 充满着地 敞开我们的心 我们已预备好 远离的光照耀 新的一天来临 我们要心靠你 相信你是一切都更新 我们宣告 未知奔跑 幸好你适合的美好 你的心是长存 直到永远 进来宣告我们 的生长圈 世世代代 千秋万在你 无止境的爱 看着你的 大能彰显 生命来 充满着地 敞开我们的心 我们已预备好 远离的光照耀 新的一天来临 新的一天来临 我们要心靠你 相信你是一切都更新 我们宣告 我们宣告 为主奔跑 幸好你是河灯的美好 在一天来临 我们要心靠你 相信你是一切都更新 我们宣告 为主奔跑 幸好你是河灯的美好 我们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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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磨我们的心 新的一天 新的一天 新的一天来临 我们要信靠你 相信你是一切都更新 我们宣告 围住更好 信靠你适合的那美好 新的一天来临 我们要信靠你 相信你是一切都更新 我们宣告 围住奔跑 信靠你适合的那美好 信靠你适合的那美好 心靠你适合的那美好 你适合的那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画凋谢 也落泪 轻风吹声心中的伤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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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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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赋的爱永不会收回 爱之徒 心之路 总有坎坷心底的宝座 爱之徒 心之路 总有坎坷心底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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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在患难时 我呼求你的命 你伸出双手 呈现你的能力 我的心灵就得着安慰 弟兄姐妹 再次欢迎你们 再现与我们一起敬拜 和聆听主的话 今天我们会一起来领受圣餐 请准备好您的圣餐的饼和杯 因为我们会将在敬拜后 一起参与和领受圣餐 我们祷告 天父三弟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把我们从世界中拣选出来 让我们在地狱的自身之处 可以得到你为我们存留在天上 不能朽坏 不能沾污 不能衰残的基业 我们为得到这样的恩典 向你感恩赞美 为得到这样的福分 向你感恩赞美 求你登上荣耀的宝座 接受你子民的福福敬拜 我们如此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 你那配得得圣的名祷告 Amen 无论你是在客厅 卧室里 我们邀请大家从沙发和床上 站起来 我们一起来敬拜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哈利路亚 其中姐妹们 线上的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平安 我们感恩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 感谢主赐给我们生命 而且这个生命气息 是让我们活着 有盼望 有力量的 哈利路亚 赞美我们的神 因为耶和华的慈爱 直到永远 祂把所有的天上 祂在天上立定的宝座 祂的权柄 同管万物 让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心 来到神的宝座前 带着你的热忱 尽情的来敬拜 宝座上圣洁的羔羊 哈利路亚 阿们 哈利路亚 举起你的心 赞美他 耶稣 圣洁公益 救助 彰显 圣地智慧能力 你的爱 是何等 倡库高盛 满有丰富 无穷的恩典 耶稣 全兵同观万有 陪得荣耀尊贵送赞 我以心灵尘事 敬请敬拜 坐在宝座上 深爱我的主 举起我的心 来敬拜你 用生命来唯一 来唯一你的爱 哦我的主 让我淡淡在乎你 尽情的敬拜你 尽情的敬拜你 奖级下当 悲祈福 以下支撂一代 你看我 要在乎你 卖过赞美 伍赞美 赞美 晓南 下支撂一代 宝赞美 远赞美 下支撂一代 与你 我坐上深爱我的祖 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 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 我的祖 让我淡淡在乎你 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 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 我的祖 让我淡淡在乎你 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 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 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 我的祖 让我淡淡在乎你 敬情 敬情 敗禮 敬情 敬情 敗禮 敬情 敬情 敗禮 哈利路亚 拉伯斯里亚 噢 赞美女 赞美女 噢 拉伯斯里亚 拉伯斯里亚 还敬拜祢 敬拜祢 唯有祢是配的 坐在宝座上 神节勾养 耶稣我们要敬拜祢 因为唯有祢配的敬拜 因为祢是又真又活全能的神 谢谢祢的爱 谢谢祢的恩典 哈利路亚 让我们能够这样的来敬拜祢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 让我们再一次的举起我们的心来 敬拜这位全能的神 哈利路亚 耶稣我们谢谢 赞美你 哈利路亚 拉伯斯里亚 巴巴巴 祢我们说我们爱祢 用我们生命来回应祢的爱 谢谢祢的恩典 谢谢祢的慈爱 哈利路亚 俱起我的心来敬拜祢 用生命来回应祢的爱 噢我的主 让我淡淡 噢我的主 让我淡淡在乎你 尽情地敬拜祢 割起我的心 敬拜祢 与我淡淡在乎你 与我淡淡 敬拜祢 主耶稣谢谢你 主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呼求 已经达到你的宝座前 谢谢你 脱去一切的残累 Amen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 祂也明白我的渴望 放下重担 躲去一切传累 恢复神在我的柔眉心笑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 祂也明白我的渴望 放下重担拖去一切残累 恢复神在我的柔眉心笑 用在地上创造万物的柱 祂的智慧无法测度 疲乱的他痴难力 乱落的他家里了 灯后耶和华 必重新得离 在地上创造万物的柔眉心笑 恢复神在神的柔眉心笑 在地上创造万物的柔眉心笑 光影爱 咛咭 噓嚓 Z out 在神的柔眉心笑 点心笑 声明恶告 和大跟 播出美好 自由的方采 面 eighty 咀嚏 与 öl Help 他也明白我的渴望 放下纵胆脱去一切串累 恢复深造我的荣美心象 用在地上传造我无敌足 他的智慧无法扯图 笔法笔它是等你乱落笔它加力量 等候耶和华比重新的驴 奴役在赤上堂 翁翔在神的国度里 飞远所有艰难和风暴 淡淡注释的龙妖宝中 奴役在赤上堂 翁翔在神的国度里 冰淡注释的龙妖宝中 神的恩格和大人 握住美好自由的风采 冰淡注释的龙妖宝中 如意战士双坛 翁翔在神的国度里 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 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 淡淡注释你荣耀宝中 如意战士双坛 如意战士双坛 翁翔在神的国度里 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 翁翔在神的国度里 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 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 翁翔在神的国度里 翁翔在神的国度里 祝我们荡单 祝我们荡单 祝世在祢的宝座前 祝祢荣耀宝中 祝祢荣耀宝中 祢荣耀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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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活出美好 自由的风采 领受 神明恩高和大能 活出美好 自由的风采 哈利路亚 是的主我们谢谢祢 我们赞美祢 哈利路亚 我们领受 圣地的恩高和大能 带领我们活出美好 自由的生命 让我们生命越来越像 耶稣基督 让我们知道 任何环境不用惧怕 任何的困难 不用害怕 因为神 祂大能的手 必扶持我们 祂把我们藏在 祂的翅膀阴下 祂保护我们 祂爱我们 主我们谢谢祢 我们知道 我们只要劳苦中担 在祢的面前 必得安息 主我们要谢谢赞美祢 我们要将一切荣耀 送赞归给祢 我们知道 祢必带领我们 走出阴霾 活出自由 让我们生命充满祢的喜乐和平安 谢谢祢耶稣 赞美祢耶稣 我们将至高的荣耀 再次的归给祢 再次的将掌声归给祢 我们这样的祷告 我们这样的欢呼 这样的赞美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哈利路亚 阿们 哈利路亚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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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页 拿起饼来 祝谢了 就掰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当如此行 为的是祭念我 饭后 也照样拿起杯来 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 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祭念我 你们每逢赐着饼 喝着杯 是表明主的死 只等到他来 所以 无论何人 不按理赐主的饼 喝主的杯 就是干饭主的身 主的血了 人应当自己审查 然后赐着饼 喝着杯 因为人赐喝 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赐喝自己的罪了 我们先一起祷告 然后我们才领受这圣餐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请得我们来赴你的宴席 再次献上感谢和赞美 须得你为我们 世人的注意 钉在十字架上 流血舍命 你的身体是为我们而舍 宝血是为我们而流 我们吃这饼 喝这杯 为的是祭奠你 愿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 使我们在你面前彻底的审查 免得我们得罪了你 求主分别我们 使我们在你的生命上有份 圣洁上有份 常常被圣灵充满 见证荣耀你的名 如此祷告奉主圣名 Amen 好 我们一起来领受饼和杯 在此也谢谢大家 这几个月来 教会都一直在收到你们的十分益奉献 和其他的奉献 我们感谢上帝在我们这段时间 不能够聚集在教会的时候 你们还是很忠心的奉献 至于奉献的方式 你们可以透过扫描QR Code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为奉献来祷告 神啊 这是我们众弟兄姐妹 甘心乐意的奉献 我们现在你的堂前 求你悦纳 若是要跟你所赐予我们 你那浩大恩典相比 这奉献是那样的微不足道 和你永恒天国的丰盛相比 这奉献更是渺小不多 但是我们甚至 你真正要求我们的是 甘心乐意 参与你伟大救恩的心 因此 愿恼我们以每个人的奉献 为你的圣功所用 我们与你同工 让福音广传 成为普世救赎的意愿 如此祷告是奉耶稣的名 Amen 好 这里有几个报告 随着组断期的延长 我们教会的聚会场所 将继续关闭至6月1日 在此期间 您仍然可以通过教会的办公电话 和电子邮件 与我们保持联系 如果您需要任何帮助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恩典援助热线 我们鼓励您继续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 以获取有关教会的最新消息 当我们在组断期被限制在家期间 养成良好的属灵习惯 可以帮助我们专注于我们灵里的成长 除了参加周末在线崇拜之外 我们鼓励您以我们的每日成修 这一灵修系列开启新的一天 您可以从我们的网站 和手机应用程序中获取这些 英语和华语的灵修信息 我们也鼓励您在观看或聆听完 灵修后下载电子版文档 更深入了解神的话 另外也请记得参加我们每天晚上 8点开始的在线33分钟祷告会 最后要提醒大家 下个星期天是母亲节 当我们为我们的妈妈 庆祝这个节日的时候 让我们也与她们一起 参加周末主日崇拜 要了解更多信息 请查看我们的网站 你可以透过教会的脸书和Instagram 你也可以订阅我们的电报 好 这时候准备好了吗 听神的话了 今天是系列的第三讲 题目为神的信实 亚伯拉罕 以撒和雅各的神 我们有请张义轩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再一次在线和我们一同敬拜 上个星期透过肖牧师 分享圣月这个主题 我们知道上帝应许亚伯兰 他的后裔要如海边的沙 天上的星那样的多 亚伯拉罕的回应是相信上帝 因为上帝把亚伯拉罕的信仰看为一 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 神的信实系列的第三讲绕道 让我们再次来祷告 天父谢谢你同在 谢谢你在这一场的聚会当中 要向我们众人来说话 求圣灵引领我们 如此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Amen 不晓得你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 就是在你旅游的时候 原本从一个地方 要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个路程大概要六个小时 但是司机为了要避开堵车 为了要省时间而走小路 他从原来的这个道路绕到 另外一条的这个道路上 这一条路是捷径 但是这条路上 后来你发现常常会有岩石 从这个山上掉落下来 因此很危险 虽然这条路也许是一条捷径 但是并不安全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绕道行驶是不错的选择 但是一旦误 但是一旦误导了 会有灾难的来临 所以在创世纪的第十六章呢 就记录了这个亚伯兰 跟萨莱在人生的经历当中 他们经历的这个痛苦的这个绕道 他大大了影响他们的这一个关系和未来 所以今天在整个的大方向 我们要抓住的一个重点就是 尽管我们失败了 但是神仍然是信实的 所以我们的所节呢 是在第十六章的第十三节 下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 看顾人的神 因而说 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 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三方面一同的来思考 第一要选择神的时间 而不是我们的时间 亚伯兰 萨莱和这个夏甲呢 他们都做了他们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所以十六章的一到六节 让我们一同的来读 亚伯兰的妻子萨莱不给他生儿女 萨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 是埃及人 萨莱对亚伯兰说 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 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 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 亚伯兰听从了萨莱的话 于是亚伯兰的妻子萨莱 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 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 亚伯兰和夏甲同房 夏甲就怀了孕 她见自己有孕 就小看她的祖母 萨莱对亚伯兰说 我因你受屈 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的怀中 她见自己有了孕 就小看我 远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 亚伯兰对萨莱说 使女在你手下 你可以随意带她 萨莱苦待她 她就从萨莱面前逃走了 我们看见这段经文很清楚的 让我们知道萨莱选择了自己的时间和她的计划 在第三节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 亚伯兰和萨莱 他们在这个迦南已经住了十年的时间 所以换句话说 从神的应许到如今已经超过了十年时间 但是萨莱她还是没有孩子 所以萨莱甚至说是神使她没有孩子 所以为了帮助神实现她的这个应许 她就将她的使女夏甲交给了这个亚伯兰和她同房 然后我们看到亚伯兰就听从了萨莱的话 在这件事情上 亚伯兰直接就听从了 她赞成这一个萨莱的提议 她完全没有拒绝萨莱的提议 而是很盲从地跟随了她的老婆这样的一个安排 那第三个夏甲呢 她就藐视萨莱 当这一个亚伯兰她跟这个夏甲同房的时候呢 很快的夏甲就怀孕了 如这一个萨莱所计划的 那她跟夏甲同房 那终于有了孩子 可是呢 这本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是令人兴奋的事情 因为有了孩子 好不容易等了这么久 那已经有了孩子 可是第四节的下半部呢 就告诉我们什么 当夏甲 她怀了孕之后呢 她就小看她的祖母 她就藐视她 现在我们看到 悲剧开始发生了 嫉妒 仇恨就开始了 人的鲁莽形势 伤害了其他的人 甚至伤害了许许多多的人 萨莱按照自己的计划 自己的时间 以为可以替上帝完成任务 结果变成了一场的悲剧 所以当你看 来到第五节的时候呢 萨莱就在那里抱怨 萨莱就在那里呢 她说我因为你受到委屈 我把我的使女呢 放在你的怀中 她见自己有孕就小看我 愿耶和华在我的中间判断 所以萨莱开始 她嫉妒了这一个夏甲 和亚伯兰的关系 她可能很嫉妒 因为她觉得亚伯兰 纵容这一个夏甲 使到这个夏甲呢 没有尊重她 这个亚伯兰也没有干预夏甲 对这个萨莱的无礼 所以因为这样呢 这个亚伯兰她没有约束这个夏甲 所以夏甲才会这么样的方式 才会这样的不尊重 所以萨莱很生气 她有满肚子的委屈啊 于是呢 萨莱就向上帝求助 她说主啊求你在我和亚伯兰的中间来判断 所以第六节那一边呢 亚伯兰就说 使你在你的手下 你可以随意的来带她 所以我们看见 萨莱就苦待她 最后这一个夏甲 受不了了就逃走了 亚伯兰在这里 并不是叫萨莱说 你可以随意的去苦待她 你可以随意的用你的这个方式 残酷不公正的手段 去对待夏甲 不是这个意思 他乃是说 这个夏甲仍然是你的卑女 你可以随意 你要怎么处理 你就可以随意的处理 结果萨莱就继续的苦待她 可能是管辖她管得更严格吧 所以这个夏甲受不了了 离家出走了就逃跑了 弟兄姐妹 在这个个案的当中 我们看见什么呢 我们看见呢 我们必须要选择上帝的时间 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时间 夏莱所说的 上帝使他不能够深意的说法 只是他自己的推测 夏莱在面临真正的问题 其实不是后代的需要 他真正的问题 是他自己的不耐烦 在等候神所应许的后一 神所应许的这个儿子 他渐渐失去了耐性 他不愿再等下去了 夏莱就制作主张 就把他年轻的这个下脚 他的悲女呢 给了亚伯兰 想要帮助上帝的旨意成就 其实耐心是被定义为 在你不生气 或者生气的情况底下 接受或者忍受这个延迟 麻烦或苦难的能力 而有耐心就意味着 即使在一直等待 或者辛苦处理 这一个缓慢的事情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保持镇定 所以没有生孩子 可能是夏莱多年的这个遗憾 他多年的这一个伤感 但是夏莱没有信任上帝 而是试图透过使用自己的方式 并且呢 他按照自己的时间表 来实现上帝所应许的 当我们认为自己不能够在等候的时候 不能够在忍耐的时候 我们就会任由整个焦虑的情绪 会控制我们 所以呢 最后我们就会自己行动了 我们会按照自己的想法 我们就开始行动了 这也让我想起了有一对夫妇 他们结婚了七八年 一直都没有孩子 即使怀了孩子 结果又流产 所以他们就自己开始计划领养孩子 他们甚至已经拿了 这一个领养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表格 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说到 亚伯拉罕他知道 他们应该有后裔这一件事 但是呢 事情却一直没有发生的时候 他们呢就开始不耐烦 就像真言告诉我们的 所盼望的慈言未得 令人心忧 是的 我们心中都有渴望 我们心里都有想要得到的东西 可是一直迟迟没有发生的时候 真的会令我们心烦 令我们心里忧伤 你明明很清楚知道 上帝的旨意和神的应许 我们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但是一年年过去了 我的爸爸妈妈越来越老了 机会好像越来越渺茫的时候 我们真的心里头很担忧 心里头有很多的这个的烦躁 上来就是这样的心情 他随着时间一天天的流逝 看看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了 但是所应许亚伯兰的这一个后裔的事情呢 却一直没有发生 所以他的心情真的是很沉重的 真的是不容易的 等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但却是不容易的 一个已经85岁了 一个75岁了 再不行动 可能就真的没有后代了 这是人的想法 所以焦躁不安 就让他用了错误的方法和计划 就用了他自己的时间 所以因为上帝给他们的这个应许 没有实现的时候 他们就将事情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选择上帝的时间 而不是我们的时间 上帝知道 履行对我们应许的最好的时间 耐心地等候神 按照神的方式来做事情 而且是做正确的事 你认同萨莱的做法吗? 你是否为了控制问题 而不是按照神的方式和神的时间去做 反而令到你开始挣扎 如果是这样 你要好好祷告 求神启示你 祂希望你应该如何以尊敬祂的方式 来处理你的问题 所以弟兄姐妹 上帝是不是有给你怎样的应许跟承诺? 可能是应许给你一个儿子 可能是健康 或者可能他许可要赐你一个配偶 或者是一份的工作 但是你发现一直还没有发生 而且这一个清单可能还很多 你可能觉得上帝已经应许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但是我要告诉你 通常神兑现 祂对我们的这个应许 比我们想象想要的时间可能更长 如果是这样 我们可以选择放弃上帝的应许 或者我们可以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实现 这些选择都不会导致我们看到应许的兑现 可是相反的 如果我们必须要继续的相信 继续的祷告 并且继续的信任这一位神 他会按照他的时间表 把他所应许的赐给我们 我们第二方面看到这个亚伯兰 他被动地跟随了他杀来的这个安排 而不是坚定在上帝所应许给他的这个圣月上 你发现在他们的谈话当中 完全没有提及上帝 在他们的计划当中 他们没有寻求神 没有好好地祷告 在没有和神协商的这个情况下 他们就进行了他们人生旅程当中 错误的绕道 最后他们迷失了方向 因此他们没有达到目的点 真言那里告诉我们什么呢 真言三章的五到六节那里说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撒来和亚伯兰 并没有专心地依靠耶和华 撒来和亚伯兰想要走捷径 他们想要绕道而行 你是不是也有像亚伯兰那样呢 曾经在片刻的时间 停止了寻求神呢 只是为了想要赶快得着 你所盼望有的呢 不要只是满足于你暂时所有的 而是要追求上帝为你预备那最好的 在失败当中 我们必须要寻求上帝的宽恕和指导 所以撒来和亚伯兰呢 他们感到很愤怒的时候 他们一定知道是他自己 这一个撒来自己呢 是他自己把这一个下甲给亚伯兰 让他们能够同防 但是呢 他完全没有认罪或者悔改的 这样的一个意思 反而他只是很愤怒的 在那里发脾气而已 亚伯兰对待这个下甲呢 受到虐待的事情 他也没有承担这一个责任 而是让这一个撒来 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行事 所以现在呢 这些坏的结果出现的时候呢 他这一个撒来 就把整个的错误 归到这一个亚伯兰的身上 这也让我们想到 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 每次我们自己做错事 我们总是喜欢把这一个责任 归咎在别人的身上 所以第二方面呢 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看的就是呢 在失败当中求告上帝 上帝向下甲 启示了他自己 在第七到第十一节里头呢 我们就看见呢 耶和华的使者 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旁呢 遇见了他 就对他说 我撒来的使女夏甲 你从哪里来 要往哪里去 夏甲说 我从我的祖母 撒来面前逃出来 耶和华的使者 对他说 你回到你祖母那里 伏在他手下 又说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甚至不可胜诉 并且说呢 你如今怀孕 要生一个儿子 可以给他起名叫以什玛利 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 那我们看见呢 我们的神是看见我们的那一位 因为撒来苦待了这个夏甲 所以夏甲就离家出走 一个刚刚怀孕的妇女呢 大不便便的这个妇女呢 独自一个人呢 就在这一个匡旷的 这样的一个旷野 最糟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本来应该帮助他的人 也就是亚伯兰 撒来 这一些认识上帝的人 但是呢 他们却成了伤害他的人 但是神并没有因此放弃下甲 神的使者呢 就来到水泉旁来找他 神明白他正在面对不公平的 不公正的这样的一个对待 就像神也明白 现在你所面对的不公义 不公正的这一个的对待 你面对的挣扎 你的无助 你的不满 可能是你最黑暗的一个时刻 当你的时间看起来 你的情况看起来 曲折难以解决的时候 上帝看到你 弟兄姐妹 上帝正在看着你 他每一分钟 每一秒钟都在看着你 他知道你生活当中 发生了什么事 最重要的就是呢 他知道你生活当中 所面对受到的这个影响 上帝确确的知道 你在哪里 他会来找你 他会亲自的来安慰你 这是夏甲 所没有想到的 所以在第十三节的里头呢 夏甲就对那一个 像他说话的耶和华说呢 你是看顾人的神 因而他也说呢 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嘛 夏甲称耶和华是那一个看顾人的神 也是那一个呢 看得见他的那一位 这个神是不歧视人的 夏甲看见的这位神呢 神知道虽然他是卑微的 但是神却是接纳我们每一个人 不论我们的肤色 我们的这个性别 不论我们的种族 他虽然是一个埃及人 是一个奴隶 是一个社会上人所瞧不起的 这一个女人 但是神爱每一个人 不管我们的身份是高是低 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种族 不论我们有没有受教育 神都一样爱我们 这一位神一直在看顾着我们 我们真是要感谢上帝 即便我们仍然充满很多的骄傲 我们有很多的自以为是 上帝仍然爱我们 他正在寻找便且呢 他接纳我们 或许我们觉得我们很不好 我们很不配 但是神爱我们 接纳我们 他看我们为宝贵 他赦免我们 他永远用他的慈爱 来帮助我们 更新我们 他要扶持我们 所以不论你现在正在面对 怎样的一个状况 耶稣爱你 神知道一切 你有没有像夏甲一样 曾经受过人的虐待 或者你有没有像 是因为别人所犯的错误 你却受到指责 或者你曾经被某个人利用过呢 如果是这样 你需要了解 这一位看顾人的神 当我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 问上帝说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我需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 为什么我需要面对这样的问题 神啊 你在哪里呢 我们很多时候也会问 你不是公义的吗 你不是有能力的吗 为什么你不在乎我呢 为什么让这样可怕的事情 发生在我的身上 是的 弟兄姐妹 他在 他一直都在 一直都在看顾着你 他知道你所经历的困难 疾病和他也了解你的状况 并不是因为有某个天使来告诉他 他才知道 而是他看到这一切 弟兄姐妹 唯有我们意识到自己呢 意识到上帝已经看到了这一切 我们才能够克服生活当中所遭受的种种的痛苦 有时上帝允许我们经历许多的艰难的这个处境 而不是让我们呢 立刻脱离这个困境 为的就是要使我们呢 经历他的作为 或许上帝曾经 允许一些不好的事情 发生在你的身上的时候呢 可能你就因此走进教会 你就开始学习圣经 开始与人团契 不论你经历什么 上帝看到 上帝在乎 上帝有充分的理由呢 让他发生 上帝知道一切 他知道你一生的整个计划 上帝看到你的心痛 他看到你的挣扎 你的无助 你的无力感 他了解你的心情 他都看见 所以当然神所做的不只是看见 上帝会为你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三点 上帝以慈爱指引我们的人生 相信上帝会给予解决 所以在十二到十六节 我们很快的来读 他为人像这个野驴 他的手要攻打人 人的手也要攻打他 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 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 看顾人的神 因而说 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 所以这井名叫皮尔拉海来 这井正在加底斯和巴列中间 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 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什玛利 夏甲给亚伯兰生以什玛利的时候 亚伯兰八十六岁 当问题发生了 人总是喜欢逃避 夏甲以为一走了之 从此就没有烦恼 这是鸵鸟的心态 很多人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如果工作不顺利 就想要辞职 如果他们的婚姻常常有困难 就想要离开 离婚 如果父母太过严格 他们就想要溜出房子 以为毒品 酒精 赌博 甚至工作 或者去购物 这些都是逃跑的方式 我们通常会逃跑 因为我们认为没有任何解决的方案 可悲的是 即使我们成功的逃跑了 逃避了我们的问题 我们也没有办法逃避自己 就像夏甲一样 我们必须要回答相同的问题 你从哪里来 要往哪里去 无论我们来自哪里 神都在 使我们 要回归到他那里 神正在寻求 与他所造的这一些的人呢 真诚的这一个的连结 上帝师父将夏甲呢 带回到现实 上帝继续的提醒夏甲 他自己的这一个职责 他命令夏甲重回到主人的权柄 并且呢 来服从这个权柄 逃跑 不会改变关系 也不会消除责任 所以上帝吩咐他回去 回去面对你的问题 回去去解决问题 不要逃避 别忘记 这一个关系的破裂 夏甲也是有责任的 是他自己态度傲慢 以至于引起这一场的风波 所以上帝吩咐夏甲 回去改变你的态度 去顺服你的主人 尊重他 不要因为你怀孕了 就藐视你的主人 顺从在主人的权柄之下 这样你们的关系 才能够得着复原 所以神永远知道 我们需要做出怎样的改变 他确确确的知道 什么会使事情变得更好 他确确的知道 什么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就像夏甲而言 对夏甲而言 耶和华使使者告诉他说 回到你的祖母那边 服从在你的祖母的手下 而且告诉他 你将会生一个儿子 名字叫做以什玛利 他会像野驴一样 他手要攻打人 人的手也要攻打他 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 所以以什玛利 他将会过这一种 自由的生活方式 不受这一个限制 不受这一个束缚 并且他必住在他兄弟的东边 对于遭受苦难的这一个夏甲 这是对他的一个希望和安慰的一个全员 他将生下以什玛利 并且上帝祝福他 他将来他的后裔也极其繁多 虽然目前夏甲似乎在受苦当中 但是上帝没有忘记他的遭遇 所以夏甲就称那个地方为看顾人的神 这个地方他也说你是看见的神 所以夏甲需要学会相信神 并且服从他 即使似乎是不合理 我们绝不是我们所处环境的受害者 主可以使最严峻的环境成为一个祝福 他从不希望我们摆脱问题 他希望我们在神的帮助底下去面对问题 夏甲虽然是一个卑微的人 可是却惊叹那一位怜悯他的神 是看顾人的神 这一位怜悯他的神 神看见他的苦情 在他有需要的时候 在他最需要的时候 神看见了他 看见他的破碎的心和痛苦 所以他敬拜他 他便决定回到亚伯兰和撒来的家 而且他将生下以时玛利 夏甲的孩子 他的名字就是神听见 神听见被压迫的人的声音和呐喊 神听见你的委屈 即使上帝许可 我们会面对苦难 但是上帝会听见 并且他关心一切受压迫的人 上帝听见这一个痛苦岁月的夏甲 所以最后他的儿子 真的就叫做以时玛利 亚伯兰和撒来听从神的话 照着神的指示 接纳了回家的夏甲 并且按照神的指示 给他的孩子取名叫以时玛利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从创世纪的第十六章 我们看见什么呢 撒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用了人的方法和时间 想要成就神的旨意 不仅自讨苦吃 而且不能成就神的心意 亚伯兰他听从了妻子的话 没有求问神的心意 结果不能挽救撒来的错 夏甲态度骄傲 引起撒来的不满 上帝却吩咐夏甲回去 并且顺服撒来 好让他们的关系得以复原 上帝实在是看顾人的神 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的来祷告 我们要为这三方面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耐心的等候他的时间 求主帮助我们顺服他的旨意 并且我们要学习 那时候一同来祷告 好吗 天父这个时候 我们向祢祈求 主啊 确实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耐心 我们缺乏等候祢的时间 主啊 求祢帮助我们 做一个懂得花时间等候祢的人 使我们成为顺服祢的人 做一个顺命的儿女 也让我们彼此饶恕 彼此接纳 我们把众弟兄姐妹交托 如此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Amen 这时候我们要一同的来领受祝福 愿耶稣基督的恩惠 父上帝的慈爱 以及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直到我们见祢面的那一天 Amen 愿上帝赐福你们 我们也盼望你下个星期 再一次与我们连线来敬拜 主赐福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初音乐 徭祟 美期视 偶尚 见过 自己也俩 悲